今天买的这条鱼尾好大 一整条鱼起码有5斤以上 先来清洗干净 洗好了之后给它切成圈 烤好了又碗装起来 用清水浸泡5分钟 泡出血水来 接着来准备一些姜末跟蒜末 清淡过后的鱼尾 你看一点血水都没有了 也特别结实 清洗干净滴干水 然后来腌制一下 加入半勺盐 两勺生抽 一勺淀粉 一小勺白糖 把多好的姜蒜加进来 然后给它们抓均匀 最后加入少许花生油 再次抓均匀 腌制20分钟 鱼尾腌好了之后就可以摆盘 然后把腌制的姜蒜过滤出来 铺在鱼身上 水开在上锅大火蒸6-7分钟 好了 我们的鱼蒸熟了 最后撒上少许葱花 泼上热油 今天这道蒜香鱼尾呢 蒸得特别入味 蒜香十足 鱼肉嫩滑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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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